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带蓝色的色调让它看起来比较清凉 但因为本身酒红色的掉性 冬天也是可以发挥的 不至于会觉得非常寒冷 所以这次做的这个 有一点像是洞虹的红润脸色般的妆容 然后在眼影跟打亮都使用了许多闪烁的产品 在比较寒冷的日子里 就会看起来像是雪花或是冰晶之类的 显得非常可爱湖泊 与彩妆的蓝调紫红色呼应 深蓝色的boyfriend两貌外套是这次的造型重点 搭配摆着裙和有领子的衣服 有点像是学院感的网球装 所以发型也强调了一点点端中的可爱 给不太清楚的观众解释一下 bestfriend是boyfriend的粉丝名 所以我们跑来跟Snowbie的装饰拍炸纪念 之前也有做以这块腮红为主角的夏季版本装容 同时在那支影片里也有介绍使用重色腮红的小技巧 有兴趣的人可以点资讯栏的连结看看哦 我们今天上完底妆以后 因为要用的腮红是KAMMAC的38号 所以它就是比较不好晕 所以一定要确保脸上已经没有黏腻的感觉 如果用成底液的话 一定要铺上足量的密度 干击的话就要选自己适合的保湿密度 然后因为想要制造百里痛苦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强调一些打亮的地方 我们现在先用这个Hazen Sun 这一个是他们的裸样日子 左上角的这个米白色 背勾啊或者是嘴角这种地穿 薄薄的刷上去 强调脸部的中心的话就容易打一通 它也可以凶势嘴角这类的感觉 我们继续考虐妖艺色的感觉 然后我们用这个飞陀色 在眼头跟眼眉的地方加强的眼睛 如果是眼睛很抛的人也可以在整个眼波都打上 影影色 但是如果不是真的眼睛那边抛的人 中间的地方有白比较 看起来比较轻密 然后接下来就先上腮红 用这个CAMEC的皮带月三十八 先上腮红是因为腮红是土角 颜色也很重 所以先把筛红上好的话就可以确保其他的部分不会太浓 什么眼睛啊 然后眉毛啊 唇彩都可以就借此平衡一下 因为这块筛红比较不容易刷圆 所以一开始的手势真的要轻一点 慢慢加总比到时候太浓刷不开好 如果啊这种比较重的腮红刷到太内侧的话 整个妆感看起来就会很夸张 有一点点像红子 所以这种腮红中间一定要有一点留白 大概对到瞳孔正下方或者是瞳孔内侧就好了 不要再过去 这边一定要有一个空白这样 妆感才不会太容易 嗯 试完以后还是可以用粉饼或者是什么 整理一下边缘 但是为了不怕它也妆太厚 所以要选一个比较轻薄的款式 然后再来我们要在内侧刷一点 路光把脸 这就是RMK的限定款式 EX14 选一个 因为它的紫色不是色感很强的颜色 然後上臉的時候其實大部分只看到光澤跟珠光 它是珠光會稍微明顯一點的 可是在這個妝容裡面很適合 因為看起來很像冬天學的結晶什麼的啊 或是早上起床入水的結冰這個樣子的感覺 那如果選那種色感比較強 就是上臉比較明顯可以看到紅色感的打亮 紫色打亮的話 整個妝其實就重點就會有點跑掉 看起來會太過粉嫩 要選光澤感的 紫色更強臉的 紫色或是粉白色打亮 然後上在夾的內置 銜接塞合的地方 然後我們會繼續用皮帶魚的桑巴加強 所以逛全骨高處這些地方的重色 強調它的美果色調 因為這邊疊得蠻重的 所以真的要小心 選用尖端比較尖的刷子 不是小支一點的這種副刷 其實如果輕輕刷也是有不錯的效果 但通常還是大支一點的動物嘛 越來越會比較好 所以還是不要上到太高太靠近的底下 不然看起來就很像以前的宿醉妝那些東西 可是效果其實不是強調那樣的感覺 這一個是PlanciViuTV的Pyroid 2 我們用Fire Quest手機比較亮的亮白色 然後再來這個是Patrice的 尼光眼彩盤也有110 雖然是眼彩盤 但其實就是一個偏光打亮的感覺 不過它確實算是亮著比較大顆的 不過上臉也不會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它還是很適合做上面的打亮 然後用一下這個藍紫色 把這兩個混刷這樣 你等一下選抖的話 我會把亮粉顆粒抓得比較好 如果很怕亮粉的話 是可以使用化鮮毛之類的你知道嗎 但是我覺得這個妝 看得到一顆一顆可愛的顆粒 也沒做比較重要的這樣 再來我們要拿出SX的Pan 然後用右上的兩個顏色混合 它是非常比較嚴重要小心 可以先在手上滾滾 看上看 像是要畫以前一樣的 修煉眼下的平衡 然後用這個Item的No-No-No-Ice的98號 這個是舊款的 新款應該不是這個 它是一個七彩的透明廚房 用手指沾了以後 點在臉上眼皮 眼球兔兔的地方 然後再來我們用有費的這個型 然後這一個是RD0 它是一個大一點點紙的 銀河色這樣 但我們不是要用這個典材 我們只要用它旁邊的髮袋 然後用裡面的附的髮袋 比較特別 是很造毛 可是因為還蠻有彈性也不會吃 用起來也是還不錯 然後它是一個 做光比較明顯的 很典型的日式曬 很大量 不過看起來就很有透明感 所以很適合用在這樣 然後像它亮點點的顏色 刷在內眼角 在面眼角的地方中 天光合感 看起來會很水分精靈的髮型 因為眼影蠻清淡的 所以睫毛想要誇張一點 效果好一點 就長一點、濃一點 看起來 比較可以呼應曬紅的濃度 不然如果 睫毛也很淡的話 整體會稍微有一點的平 所以就先刷上皮膏 這個是可以做的 睫毛如果刷的 濃溫點長一點 再配上這樣色彩 看起來很像洋娃娃 如果覺得刷睫毛很麻煩 的人也是可以戴這樣睫毛 刷上咖啡色的睫毛 我覺得這樣妝感比較溫暖 它它黑色的 有時候看起來太淒零 就沒有可愛的冬天 溫暖的去看起來 然後下睫毛先 用像睫毛瘋火翼之類的小沙子 把睫毛抓出來 它也比較好定型 然後我們在眼頭的地方 用一點點 便宜點高 然後再來繼續用這個 拍成的Shine Fixed Eyes 這是三角 是香檳的金色眼鏡 雙片本身就 有一些附著力 但是因為多少還是 會有一點點沸騰 所以先用一些底膏 可以把它塗一個 然後再來我們用這個 然後再來我們用這個 Essence的極限光去 迷33號 應該是叫 XXXL Shine Triple X Triple X 然後再來 有幾個都一樣的底膏 然後這樣就要把它刷開 因為還蠻顯正的 所以其實 不用直接塗那麼好 然後再來 稍微一點點就可以 表現出很不錯的色感 有Triple X的感覺嗎 不是 有Triple XL的感覺嗎 還是 有Triple L的感覺嗎 有Triple XL的感覺嗎 有Triple XL的感覺嗎 對對對 VIRTRIXX VIRTRIXVIs 這一家的那個捲 它外面的那一些地瓜粉 非常的狼狽吃起來 就是從頭掉到尾 而且是我這種就是 正在腳踭牙齒的人 非常的不友好 但很好吃喔 吃起來狼狽的紫薯餅皮 非常搭配冰淇淋跟奶味 的是剛才是白天滿的 你要拍那個嗎 遊戲CG的那個是什麼 那是什麼就是啊 遊戲CG不就是從下往上 然後有點旗旗的這樣子 變變變變變變變嗎 對